嗨 早 今天武汉是一个好天气啊 终于结束了前几天的阴雨天气 艳阳高照 估计 天气又要越来越热了 我相信大家啊 如果是有做家长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啊 这是家里的那个糊涂蛋 从小时候呢 不是忘了带课本啊 或者是或者带着作业本啊 或者是书本 或者是或者是衣服 嗯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点体会 体会吧 今天呢 一大清早的 就给我们家的这个糊涂蛋儿子去送校服吧 他们要求必须要穿校服 这干嘛 又要修路啊 哎呦 这又要堵车呀 这借孩子又不方便了 这我们家小子的衣服要给他送过去 那你一家水要水滑吧 他们打凉滑的 等一下啊 小孩在学校里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啊 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啊 我是不是也要好好学习呢 想想 曾经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爱学习的一个人 出来学校获得知识呢 我还喜欢去逛图书馆 特别喜欢逛图书馆 因为图书馆看到那个浩如烟海的书籍 我钻进去后我的感觉就像 鱼进入了水中 忘掉了时间的流逝 不会打雷吧 好像也不会有闪电吧 我曾经带大家去看过湖北省图书馆 是非常漂亮 也非常现代的一个图书馆 除了省图书馆呢 我们还有市图书馆 还有区图书馆 而且现在区的图书馆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今天想带大家去感受一下 就是区最下面最下面一层的图书馆长的一样 你看看一看 你看这个名字叫青山上啊 武汉市青山图书馆 从这个外观来看我觉得都特别好 我不知道它有几层楼啊 我只是知道它最近青山图书馆 最近有开业啊 这是它的一个外部环境 所以今天想带大家去看一下啊 就是区啊 最低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图书馆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 是吧 这个书旗啊 这是一个雕塑 这是书的海洋啊 你看小朋友什么的都应该都特别喜欢看的 从这外观来看我觉得还蛮大的 这一层楼从来进 二楼三楼四楼是不是有四层楼啊 哇 哇 那就太那个了 太棒了 所以今天去打卡啊 我们青山青山区图书馆长什么样 从那个地方刷脸进来 这像个防空洞的一个设计啊 来看一看 因为这个 我们这个 图书馆是近几天才开业的 所以我特别好奇 想过来看一看 几年前我们这边的图书馆是特别的破旧 哦 这个是 蜘蛛的 犯证 这个沈博是一样的那种感应的 这里也是 哦 这里还有一个看书的长廊 这是一楼 一楼 比较小 二楼怎么去 二楼坐电梯吧 这是一楼 这是一楼 一楼 三楼 三楼和四楼 大厅办公 一楼是24小时的那个图书馆 一楼 一共三楼 没有 只有三楼 一样的 好 现在到了三楼 有个装饰 挺温馨的 嗯 这个三楼就 比一楼大多了 这个可能还是正厅啊 下面一楼是24小时的环书 借书的一个地方 上面可以环书 服务台 自助 办卡吧 应该是可以的 我问了一下 原来的那个卡是可以通用的 需要生下集就可以啊 哎 这个 风格还挺好的呀 这上面的摆的不就是摆设吗 我又不能爬上去 对吧 这是个展示厅吧 说是里面长出38万车 哇 这个广角看出来很震撼 很漂亮 这边还有个门 可以从那个商圈那边上来 商场那边进来的 哦 这个好漂亮啊 这种旋转楼梯可以上到四楼 我看到这下面 哦 下面还有一个 时钟 一个雕塑 上面是 装饰 英文 还有一些 偏旁 我看一下他们的角度 这上面一层楼就更大了 这上面有休闲的阅读区和水吧 围森间 公共讲读区 地理书房 哇 好美呀 我觉得比沈博还美呀 哇 公共讲读区 哇 这里真的 我就是这几天看到我们在附近的图书馆有开业 然后拍的照片特别好看 我才过来的 确实 就是颠覆我的 就是对区图书馆的一个影响 能保有功能性 还有这么科技 这么美观 真的是 这是个典范嘛 这是商圈 这是我们的商圈 这边也是可以坐着看书的 哦 那边蛮大的 哦 先把这边看一下 左边看完 哦 这边文学 说实话那上面太高了 真的 我觉得没必要弄那么高吧 这个 但是好看啊 好看就行 这边也可以坐 这边 这边 水吧 这边也有很大的浏览区 哎 我觉得可以啊 在这 学习 自习看书挺好的一个环境 这边有个电子 越览室 电子越览室 电子越览室是干嘛的 哦 这边可以插电的吧 应该是 是不是 哎 没有啊 哦 下面 下面有电源 下面 这边 哦 这里还有 这边也有 阅读的区 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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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点声音啊 环境不错呀 没想到我们去的这个图书馆这么好 哈利波特主题书房 儿童一个浏览区 这到了周末 新六星天 哇 这里来带孩子 六娃的一个好地方 在这里看也可以啊 我发现的 不行 哎呦 很好看啊 鞋子请入柜 这是给小孩 下面有铺地毯 我进去看看 脱鞋进去看一下 小孩玩爽 这里书籍 书柜矮一些 给孩子看的方便多了 哇 就这么一片区域需要拖鞋 小孩子进来 然后那边出去 这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适合拍照啊 就是一看就有精心设计啊 不管是 灯光啊 还是这个 摆设 摆事件 这边的摆设也都特别好 哇 这里打发时间真的是特别好啊 这里是什么呀 休闲咖啡区和三味书屋 这里 好大呀 转糊涂了 咦 这里什么的呀 乌牙 这是什么 你们是放什么的呀 你们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什么电影 电视啊 啊 电影 电视都有啊 我看一下 我发誓啊 我刚才真的不是想看它的 我是看这个的啊 嗯 那边什么就是儿童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还不错哟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书籍消军机 哦 挺好的啊 那么多人发现之后消毒用的 这些是手工 哦 这里有个小板凳 可以站上去拿上面的锁 但是那上面还是拿不到啊 是吧 好了 应该是游战完了 这边是卫生间 挺干净的 新的嘛 哈哈 当然干净 环境真的不错哟 重新看了一下 就是它的服务区进门的这两台机子是可以搜索它的藏书的 随便找了一个小说啊 I 247 7-7 好 看能不能找到这本书啊 I 247 上到了四楼要找I啊 这边是 左手边开始是AB 然后I 我有点懵 I不知道在哪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那个 快速搜索的一个功能或者是指引 好像没有 I I I H 好 这里看到了 H 还有很大的牌子 H I I在这儿吗 没有 这里没有 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在每个检索这里写个什么GH啊 在这里面是吧 可能会更好一些 要不然进来就是懵的 它这里是一个 这是一个分类 但是 这里的方向还是不知道 I在哪里啊 它都没有一个指引嘛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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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是C了呢 那又是C了 AB GI 里面是GH 然后这边是C 有点混乱 我感觉有点混乱 它这个排序好像有点问题啊 找到了 找了 这里是I 这里是I I的文学 但它这上面又写的是A区 A区二十一架啊 我们要找 I二十七啊 I二十七在哪 找到了 这边是二十七 二十七杠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在那上面 勾不到 如果你勾不到的话 我刚才问一下 可以找它 工作人员帮我们拿在这上面 算了 我就不想麻烦它了 太高了 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象 在这上面 到处都可以弄得到吗 把它把它就弄着 看看 我没摇 你不要不要 我摇 我摇 藏书不是特别多 30多万册 然后种类不是特别多 关于他搜索也不是那么的方便 但是瑕不掩瑜 好处优点还是特别多的 你想想我们这个出门走不了多远 就能找到这么一个幽静 环境这么好 有这么现代的一个图书馆 在现代繁忙的生活中 使得很多人开始在追求心灵的丰富愉悦 所以图书馆也是非常适合打发时间 也是花最少钱的一个地方 好了 这就给大家非常的 武汉市一个区的图书馆 到了武汉特别热的时候 我就在这儿可以度过我一个夏天 但是剪片子也不错 好了 我是瑕宾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